因为行车纠纷竟然拿球棒砸车泄愤 吓坏了众人 事情发生在嘉义市 有一名机车骑士 拿着球棒不断口出恶言 先砸毁了对方机车的后照镜之后 又猛砸车壳 过程被拍下来po上网引发关注 而警方初步了解会上演球棒队 是因为行车纠纷 不过双方并未提告还要再深入了解 男子情绪激动拿着球棒 用力砸毁机车后照镜 男子怒气未消不雅自言连连 又继续砸车泄愤 男子凶神扼煞敲坏后照镜 用中敲机车前车壳 整个过程都被拍了下来 事发地点位于嘉义市友中路 五号下午五点左右 因为行车纠纷 在街头金剑球棒狠杂 机车泄愤 被害人只称他的车子被毁损 而且遭口出恶言 但他不予提告 但警方事后了解 可能会涉及到刑法所谓的强制 跟恐吓的部分 警方表示双方并未提告 不过由于案件涉及刑法强制跟恐吓 将持续深入追查 记者蔡琼一家一报道